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做等加速度運動的物體 以東方為正向 在15秒內 速度由25公尺每秒向東 正號代表向東 變成戶20公尺每秒 戶號代表向西 那麼他問說 第一小題 第一個空格 物體的平均焦度為何 平均焦度 定義成 速度變化 在15秒內的速度變化 除以時間 就是單位時間的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的末數是 乎20 減25 除以15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是 15分多少 乎45 它應該是3 所以應該是3 所以應該是3 戶3 公尺 每秒每秒 也就是交度 是往西3公尺 每秒每秒 這是第一個空格 第二個空格 他說 在15秒內 物體的位移為何 那我們曉得 這個 VT圖景下面積是位移 所以我們就畫 VT圖 這是時間 這是速度 它從25 一開始是25 然後呢 在15秒內 變成 乎20 這是乎20 這次 這是15秒 那就這樣子 畫直線 我們做那個相似形 相似三角形 這一個是20 這是15 這是25 所以 這個比這個 或是說 這個比這個 25 比上20 會領多少 這個時間叫T T T 比上15-T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是55 25 54 20 叫它相乘 那這樣的話 就是 75 減5T 等於4T 那這樣子的話 T就等於多少呢 9分之75 可以分吧 三三得9 三二得6 三分之25 所以是 三分之25秒 三分之25秒的時候 速度等於0 那麼 他問說 這個 固體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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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東 往東的速度 移一點點位移 移一點點時間 速度移一點點時間 就一點點位移 把這一點點位移 全部累積起來 就全部的位移 所以 0秒到多少 3分之25秒 之間的位移 是往東的 那個35秒 3分之25秒到15秒的話 他速度是往西 所以 從這個時間到這個時候 他位移 是往西 所以這兩塊面積 要相近 就是說 0到3分之25秒 是往東 3分之25秒到15秒 是往西 往東減掉往西 就是他真正的位移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一塊面積等於多少 向東的 向東的這一塊面積等於多少 向東的位移等於多少 就是25 高乘以底 3分之25 除以2 所以是等於多少 所以是等於那個 6分之多少 625 625 那往西的話 是多少 往西的話 是等於那個 底這個 高是20 乘以底 底這個多少 15 15 減掉3分之25 等於多少 3分之45 減掉25 減掉25 是20 這是3分之20 25 25 25 比20 好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多少 3分之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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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那個總位移 是2分之2 2分之2 6分之2 5 6分之2 5 6分之2 5 5 6分之2 5 5 6分之2